隔金 话说长大用 是洛阳人 特别喜爱牡丹 听说曹州牡丹甲奇鲁 就一心想去看看 恰好因为有别的事来到曹州 长大用就借住在一家光幻人家的花园里 当时是二月天 牡丹还没开放 他整天在园中徘徊 注视着纳幼芽 希望他早日开花 并做了一百首怀牡丹师 不久 牡丹渐渐含苞待放 而他的盘缠也快用完了 他就找了些春天的衣服 点当点钱生活 整日流连于牡丹园中 望了回家 一天凌晨 长大用来到牡丹花园 看见一位女郎和一位老婆婆 已经先在那里 他怀疑是富贵人家的家眷 就赶紧回来了 黄昏时候 他又去 又看见他们 就从容地躲在一旁 远远地偷看他们 只见那女郎穿着十分艳丽的工装 令人眼花缭乱 长大用迷惑不解 转念异想 这一定是位仙人人间 哪有这么美丽的女子 急忙返回去寻找他们 他转过 假山正好遇到老婆婆 那女子正坐在石头上 他们香 互看见都吃了一惊 老婆婆用身子挡住女郎 呵斥长大用说 大胆狂生 你想干什么 长生直挺挺地跪着说 娘子必定是神仙 老婆婆斥责她说 如此妄言 就该捆起来送到县官那里 长生非常害怕 女郎微笑着说 我们走吧 就转过假山走了 长生往回走 连脚也迈不动了 心想那女郎回家告诉父母 必定有人来辱骂她 她仰面躺在床上 后悔自己鲁莽冒失 又暗自庆幸 女郎脸上没有怒容 也许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她一会儿后悔 一会儿害怕 折腾了一夜晚病倒了 第二天太阳老高了 不见有来心事问罪的 长大用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 她回想起女郎的阴容笑貌 又转害怕为想念了 这样过了三天 憔悴得快要死了 这天深夜 仆人已经睡熟了 长生缓点着蜡烛没睡 忽然上次见过的那个老婆婆走进来 手中捧着个杯子说 我家隔金娘子亲手调和了毒药 要你赶快喝了 长生听了非常害怕 随后就说 我与娘子从来没有什么怨仇 何至于赐我死呢 既然是娘子亲手调和的 与其相思得病 不如服毒死了好 于是接过怀子就喝了下去 老婆婆笑着接过怀子走了 长生觉得药味又凉又香 不像是毒药 一会儿觉得胸中宽松舒畅 头脑清爽 憨然入睡 一觉醒来 红日满窗 长大用试着起来 病全好了 心中更加相信他们是神仙 没有机会巴结他们 只能在没人的时候到他站过 坐过的地方 虔诚的跪拜 默默地祷告 一天 他正在园中散步 忽然在树林深处 迎面遇见那女郎 幸好没有别人 长生高兴极了 立即跪在地上 女郎过来拉他 长大用忽然闻到女郎身上 有种奇异的香气 旧手握着女郎雪白的手腕 站起来 只觉女郎皮肤柔软细腻 令人骨节欲酥 正想说话 老婆婆忽然来了 女郎叫长大用藏到石头后面 指着男便说 夜里你用梯子翻过墙去 见四面红窗的房子 就是我住的地方 说完匆匆走了 长生怅然若失 像掉了魂 不知道女郎到什么地方去了 到了夜里 他搬了梯子登上南边的墙头 看见墙里边已经有个梯子放在那儿 长生高兴地踩着梯子下去 果然看见有座四面红窗的房子 听到屋里有下棋的声音 不敢往前走 在外面站了很长时间 只好翻墙头回去 一会儿再过来 棋子的声音仍然频频作响 长生慢慢靠近窗户偷看 见女郎同一个素色衣服的美人 正在下棋 老婆婆也坐在那儿 有一个丫鬟在旁边事后 她只好又返回去 往返了三次 已经三更天了 长生扶在梯子上 听到老婆婆出来说 梯子 谁放在这里的 叫丫鬟来一起把梯子搬走了 长生爬上墙头 想下去没有梯子 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去 第二天夜里长生又去 梯子已经放在那儿 幸亏寂静无人 长生进去 看见女郎独自坐着 似乎在想什么事 看见长生 女郎吃惊地站起来 羞羞答答地斜过身子站着 长生做了个依说 我自以为福分浅薄 恐怕同仙人没有缘分 想不到会有今天 说着就亲热地拥抱她 只觉得她腰身纤细 只有一把 呼出的气息像兰花那么清香 女郎称聚着说 你怎么这样性急 长生说 好事多磨 慢了怕鬼嫉妒 话没说完 就听见远处有人说话 女郎急忙说 玉板妹子来了 你可暂时藏到床底下 长生听从了 不一会儿 一个女子进来 笑着说 败君之将 还敢和我再战一场吗 我已经烹好了茶 特来邀你痛痛快快地玩一夜 女郎借口困倦推辞 玉板再三请求 女郎坐着坚决不去 玉板说 如此恋恋不舍 是不是有男人藏在房里 强拉着他出门走了 长生爬出来 恨死了玉板 就搜索女郎的枕头席子 希望得到一件女郎遗留的东西 可是房中并没有香脸等物 只有床头上放着一个水晶如意 上边系着条紫巾 芳香洁净 十分可爱 长生揣到怀里 翻墙回到住处 整理自己的衣衫时 闻到沾染的香味依然浓郁 使他对女郎的亲心爱慕更强烈了 可是想到趴在床底下的恐惧心情 又怕被人发觉受到惩罚 想来想去不敢再去了 只有把如意珍藏起来 希望他能来寻找 隔了一夜 女郎果然来了 笑着说 我向来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 想不到你竟是个小偷 长生说 确实如此 之所以偶然一次不做君子 是希望能得到如意 说着就把他揽在怀里 替他解掉衣裙 女郎洁白的肌肤刚露出来 温热的香气便四处流散 微爆之间 觉得他鼻息汗气 无处不香 长生就说 我本来就认为你是仙人 如今更知道不是假的 有幸得到你的赏识 真是三生有缘 只是怕向杜兰湘的下架 忠诚离恨 女郎笑着说 你过滤了 我不过是钟情的少女 偶然为情爱动了心 这件事你一定要谨慎秘密 怕那些爱搬弄是非的人 捏造黑白 那样你不能插翅飞走 我也不能乘风驾云 遭受灾祸而分离 离好离好散就更惨了 长生认为他说得很对 但始终认为他是仙人 就再三询问他的姓氏 女郎说 你既然认为我是神仙 仙人何必留性传名呢 长生问 那老婆婆是什么人 女郎说 他是三姥姥 我小时受过他的照顾 所以待他与别的仆人不同 接着就起来想走 说 我那里耳目多 在外面不能待的时间太长 有空我还会再来 临别的时候 向长生讨还如意 说 这不是我的东西 是玉板遗留在我那儿的 长生问 玉板是谁 女郎说 是我的书柏妹妹 长生把如意还给他 他就走了 女郎走后 长生的被子枕头都沾染了一箱 从此 女郎每隔两三晚上就来一趟 长生迷恋他 不再想回家 但是盘缠全花光了 就想卖马 女郎知道以后 说 你为了我的缘故 才花光了盘缠 又点当了衣服 我实在过意不去 现在你又要卖马 一千多里路 你怎么回去 我有点积蓄 可以帮你一点忙 长生推辞说 感谢你对我的真情 无论怎样 我也无法报答你 如在贪心花费你的钱财 我还怎么做人呢 女郎坚决要给他 说 就算是暂时借给你吧 接着 拉着长生的胳膊 来到一株桑树下 指着一块石头说 扳了它 长生就把石头扳了 女郎拔下头上的簪子 在土上刺了几十下 又说 把土扒开 长生照做了 已经能看见瓮口了 女郎把手伸进瓮里 取出将近五十两银子 长生拉住他的胳膊制纸 他不听 又拿出十几钉银 长生强迫着放回去一半 把瓮也埋好了 一天夜里 女郎告诉长生说 近几天有些留言 看情景我们不能长剧了 这事我们不能不先商量一下 长生吃惊地说 这可怎么办 我一向小心谨慎 如今为了你的缘故 就像寡妇丧失了平日的操守 不能也做不了自己的主 我一切听你的 刀具俯成也顾不得了 女郎出主意说 一快逃走 叫长生先回家 约定到洛阳相会 长生收拾行装回家 准备回家后再来迎他 他刚到家门口 女郎的车子也到了 于是一同进门拜见家人 街坊四邻都惊奇地来祝贺 并不知道他们是偷着逃出来的 长生暗暗担心 女郎却很坦然 告诉长生说 不要说在千里之外 寻访不到 就是知道了 我是世代显贵人家的女儿 家里也不敢把我怎样 长生的弟弟长大气 这年十七岁 女郎看到他 对长生说 弟弟本质聪明 前途比你强多了 大气已定下了亡婚的日期 未婚妻忽然死了 女郎说 我妹妹玉板 你曾经偷偷地见过 相貌很不错 跟弟弟年龄相仿 结为夫妇可称是天生的一对 长生一听就笑了 用开玩笑的口气请他说没 女郎说 如一定要娶她 并不很难 长生高兴地说 有什么办法 女郎说 妹子同我最要好 只要两匹马 驾一辆轻车 派个老婆子 跑个来回就行了 长生害怕 他们自己过去的事会暴露 不敢听从他的主意 女郎一再说 没有妨碍就让驾车 打发桑姥姥去接 几天后 来到曹州 快到门口时 桑姥姥下了车 叫车夫在路上等着 自己乘黑夜进了院子 过了很久 才同一个女子一块出来 上车就往回走 夜里就睡在车里 五更天再走 女郎计算他们归来的日子 叫大气身穿盛装去迎接 大约迎出五十里才相遇 大气上车 同他们一块回到家中 鼓乐骑奏 洞房花烛 拜堂成亲 从此兄弟俩都娶了个漂亮媳妇 家境也一天天富裕起来 一天 几十个骑马的强盗 突然闯进长生的家 长大用知道有了变故 带领全家登上楼顶 强盗进来 把楼围住 长大用俯下身子问 我们可有仇 回答说 没仇 但有两件事相求 一是听说 两位夫人的美貌 是世上没有的 请让我们见一见 再有一件 是我们五十八个人 每人向你们讨五百两银子 说完 强盗们把柴草堆在楼下 摆出放火烧楼的架势来威胁 长大用只答应了 给他们每人五百两银子 强盗不满意 要放火烧楼 家人下的要命 女郎要同玉板下楼 长大用劝说他们 不听 二人穿着华丽的衣服下了楼 站在离地面只差三层的台阶上 对强盗说 我姐妹都是仙女 暂时来到城市间 还怕什么强盗 我就是赐给你们万两黄金 恐怕你们也不敢接受 强盗们一起仰拜 连声说 不敢 姐妹二人正想回楼上 一个强盗说 这是欺骗我们 女郎听了 反回身站住说 你想干什么 趁早说出来 还不算晚 强盗们你看我 我看你 没有一个说话的 姐妹俩从容的上楼去了 强盗们抬头看不见他俩了 才一哄而散 两年以后 姐妹俩各生了个儿子 这才自己透露说 我家姓魏 母亲被封为曹国夫人 常大用怀疑曹州没有姓魏的光患家 而且如果是大户人家丢失了女儿 怎么能耽搁到现在也不闻不问呢 不敢追根问底 心里却很奇怪 就借口有诗又去了曹州 进曹州境内查访 光患士族根本没有姓魏的 于是 常大用仍旧借助在救主人家 忽然看见墙壁上有赠曹国夫人的诗 他感到很奇怪 就向主人打听 主人笑了 请他去看看曹国夫人 到那儿一看 却是一颗母丹 和房颜一样高 常大用问主人花名的由来 主人说这颗母丹在曹州名列第一 所以同人开玩笑 封他为曹国夫人 常大用问他属什么品种 主人说 隔金子 常大用心中更惊奇 怀疑女郎是花妖 回到家后 不敢质问 只是述说那首赠曹国夫人的诗 观察女郎的表情 女郎听了立刻皱起眉头 变了脸色 猛然走出房门 呼喊玉板把儿子抱来 对常大用说 三年前 我感激你对我的思念 才嫁给你 报答你 如今你既然猜疑我 怎么能够再在一起生活 就和玉板举起孩子 远远地抛出去 孩子落在地上 一下子不见了 常大用吃惊地看着 两个女子也忽然不见了 常大用悔恨不已 几天后 孩子落地的地方长出两颗牡丹 一夜间就长到一尺多高 当年就开了花 一颗紫的 一颗白的 花朵大的像盘子 比平常的隔金 玉板花瓣更加繁茂细碎 几年后 枝繁叶茂 各长成一大片花丛 把花移栽到别的地方 又变成了别的品种 谁也叫不出名字 从此牡丹的繁荣茂盛 洛阳可算是天下无双了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